121 明報 落成良需增居住面積反跌 2015年7月4日地產B06樓市解馬剛過去的星期二是香港七日回歸假期 不者認識的一些人例牌的賀籍節目自然是示威大遊行 不過 今次主辦單位說只有4.9萬人參與 警方則只不足2萬人 與2003年的50萬人上街相比 跌了九成有多 同一時間有報導指根據中國結算公司的統計 內地股民總數已超過9000萬 超過直至去年底中國共產黨共8780萬的黨員人數 陸鎮球《明報》記者2003年令國際足目的大遊行 政治人物回說是因反對23條立法 裁容50萬港人上街 其實不者認識不少當年有參加遊行的朋友 他們說是因董特首在1997年香港回歸後 碰上亞洲金融風暴 卻推出8萬5 以至樓價跌6勝多 跌了接近7年 一度有如10萬個負資產家庭 導致百業蕭條 失業率如8% 中產的有流家庭受盡苦果 消炭新聞無日無知 激起民憤 一由政治人物鎮被一呼籲示威 哪管是否反對23條 便一湧上街以發洩不滿 結果呢 董特首在2003年7月後不久便以躲痛為理由下台 換了曾蔭權當特首 他見過鬼怕黑 在任時停見停售居屋 更一度停止買地 之後以勾地制代替正常買地 以收緊樓宇供應來托起樓價 之後又走到另一極端 樓宇供應斷層 樓價破了97年高位 近年更如聲譽瘋狂 不說豪宅赤價可以挑戰10萬元 就連身價二手工屋 赤價也高達1萬多元 梁振英上台後房屋供應兩戰爭 雖然梁振英上台後樓價逐使 年輕人也因買樓難而怨氣很重 但相信與2003年受盡樓價大跌之苦的中產相比 其痛苦難以相比 所以一旦小鳥激動人心的政治議題 要再召集五十萬人上街也極不容易 不計那些滿是水分的遊行統計 說到梁振英 想任何托使努力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 雖然阻力重重 但也開始漸見成效 他早前面指來年的私人住宅供應可接近二萬火 為十年來的新高 也高出近年十平均供應兩的七成以上 事實上 根據美聯的統計 過去四個季度政府賣地 包括兩鐵一局等供應 可興建議二萬零四百五十個住宅單位 遠高於之前三年賣地的平均供應 由一萬零五百五十五火 增至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四火 再增至一萬五千九百三十火 途一 這些土地供應的增加 也如是香港的房屋供求緊張情 G 將會得到舒緩 住屋實際需求或全水分 不過 不者日前邀請了專業投資者兼致名財經專欄作家 周顯作湯文亮會客室的嘉賓 他認為就算住屋單位增加 也是具欺騙性 因為住宅落成量雖然多了 但不少是極細面積的單位 實際落成住宅樓面可能是少了 若以平均每單位計的面積更是縮水 他說 一個一千呎住宅單位 如分開起十個一百呎單位 看此供應量增加了 但這只是數字遊戲 居住在一個一百呎單位 怎可和居住在一千呎的單位 相提並論 周顯說的數字遊戲 有一定道理 其實 很多時一些大數字可以吸人眼球 卻又很多時會有水分和誤導性 就以最近政府開售二千一百多個單位的新居屋 應購登記時有接近十四萬人入票 於是大家都說反映住宅實際需求強烈 開售時要一句清袋無難度 居屋入票成績更成為代理和業主吹噓後事必勝 可曾基加價的理由 殊不知到居屋簡留時卻制銷 說明當初入票抽居的 原來不少時見到人抽 覺得自己不抽很safe 但當真過抽到前籌時 卻又是嫌三嫌四 更有人直接不去簡留 原來所謂實際需求 也是可以存在水分的 內地香港內訪受惠又如民首提及 內地股民急升至於九千萬個 較全國的共產黨員人數更多 但股市卻偏偏在股民數字爆燈時急跌 可見人多不一定好辦事 尤其是投資市場 不論股市或樓市 當人人都內地 便可能正正是最危險的一刻 近期內地股市又高位急錯 不過 阿爺終於按納不住要急急救市 如上週六便同時宣布雙降降準兼降息 不過 內地股市暫未因雙降而止跌 其實近月央行以多次降準及減息 而尤其連續減息 卻已對內地樓市有所幫助 一來按揭息率相應下調 途二 內地人買樓的興趣似見恢復 交頭有見底 像 途三 內地發展商也開始重新較積極買地 以致成交地價有迴勇之勢 途四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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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